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泰河上衣的理疗师杨慧荣 很高兴今天下午跟大家分享 关于百脉调和的头部按摩疗法 然后在这之前会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十二经络的走向 和齐精八脉其中的两条 都脉和韧脉这两条经络的走向 在这之前问一下 大家对经络有多少的了解呢 首先知道人体有哪十二条经络的有吗 那可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大家就要打起精神来听了 因为这十二经络除了在头部的话 它也有遍布全身 所以如果了解它了之后 对于平常除了头部 手臂还有腿 还有咱们的五脏六腑 都是一个很好的条理 所以现在会在白板上 给大家分享关于十二经络 首先要让大家知道十二经络是哪 十二条 它为什么是这样命名的 它取名字的原因 然后十二经络的话 首先它开头会以手和足来命名 手或者足 因为咱们的十二经络的话 六条是走咱们的手臂 还有六条是走咱们的腿 所以有手三阳 手三阴 和足三阳 足三阴 然后所以它第二个部分命名的 就是以阴阳来命名 然后它第三部分 就是刚才给大家讲的五脏六腑 就是它的五脏六腑来命名 然后手和足呢 咱们先从手臂讲起 手三阳 大家知道有哪些经络吗 手部 对 手上是有很多神经 但是今天会讲到经络 然后手三阳呢 首先咱们是说的手 所以它开头第一个字是以手打头 然后来分阴阳的时候 中阴有分阳明经 太阳经 少阳经的三条 这是三条阳经 阳明经 少阳经 还有太阳经 然后在五脏六腑的话 手阳明走的是大肠经 大肠经走的是我们的十指 现在先跟大家讲经络 等一下会讲关于它的旗指点 和它的走向是怎么走的 然后这就是咱们第一条阳经的命名 手三阳经的第一条 然后第二条的话 少阳 少阳经走的是三交 三交大家会了解吗 三交经 其实很多人大家知道五脏六腑 就是肝心 脾肺肾这些 或者六腑是其他的 但是三交它其实也是咱们的一个腑脏 在之前的健康讲座里 我给大家讲过 然后等一下再通过经络的走向 大家会有更深层的了解 就是咱们大家知道咱们的肺在这里 心在这里 然后咱们的大小肠是在小腹 或者那个围着肚脐的这里 三交就是在这些脏腑与脏气之间的空隙里 所以每一个空隙它里面走的是什么 其实不是气 然后它走的就是咱们的腐脏 那个三交经 所以其实在以前书上有记载 三交如物如欧 就是它是一个气体 也是一个液体血液的存在 它就是遍布在咱们所有脏腑的空间里 所以它又分为上交 中交和下交 然后咱们的肩胛骨以上是上交 然后肚脐到肩胛骨之间是中交 然后肚脐到咱们的尾椎这里是下交 保护的是肾脏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的三交经 然后守太阳经的话是小肠经 小肠经 其实大家知道小肠和心是一家的 它们是互相表里的一个脏腑 就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 咱们上厕所去小便的时候 小便是不是热的 就是靠咱们平常不管是走路还是喝水的运动 然后使咱们的心火旺 跟小肠相表里传到小肠 小肠去烧到咱们旁边的膀胱 然后膀胱在就和水壶一样烧开了之后 有一个雾气 然后有一个气压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哦 我要去上小便了 这个时候其实是小肠起的作用 如果你长时间喝了一整天水 你都没有想上厕所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是不是小肠的阳气不足 所以这个是咱们的手上的三条阳经 然后手上的三条阳经 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它们的走向都是从手走头 对 它们都是从咱们的六条经络 都是会从咱们的石圈的某一个指甲下面出发 然后走到头部 或者是从胸腔走到咱们的手 所以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 头 手 脚对咱们有多重要了 接着的话 手三阳完了之后 三条了 还有三条是什么经 就是阴经 所以开头还是以手打头 因为它是从我们手部开始走的 然后阴经的话就有绝阴经 太阴经和少阴经 然后咱们的手太阴经 是和咱们的大肠经相表理的 大肠和谁相表理 对 大肠是和肺相表理的 所以大家有没有在平常注意到一些现象 就是当你大便不通或者便秘的时候 面部就会长痘痘 或者有的人就会长斑点之类的 因为咱们的肺主皮毛 所以咱们的皮肤好与不好 是跟肺是相关的 所以肺和大肠相表理 大肠出现问题的时候 直接就会影响到肺 然后咱们的皮肤 一些症状就会表现在咱们的皮肤上 包括起疹子之类的 也是跟肺相关的 然后第二个阴经的话就是绝阴经 绝阴管的是心包 心包经它其实是保护咱们心脏的一个器官 然后这个的话 大家可以在平常晚上的时候去泡脚 来保护我们的心包 心包去保护我们的心脏 然后在这节课之前 有讲一个关于五脏六腑的课 如果大家对于五脏六腑想要更透彻地了解 其实可以从前面的课程去更了解 然后它会有一个 每天24小时 每两个小时会有一个经络的经过 给大家详细地讲解 今天的话就先给大家讲每一条经络 然后第三条经络的话就是守哨音经 哨音走的是心经 心和小肠相表里刚才是跟大家讲过的 只有我们足够地运动 心砰砰砰砰地去跳 然后心是熟火的嘛 这个时候才传给小肠一丁的阳气 然后才使它发挥作用 所以这三条阴经的共同特点就是 它们是从胸腔走手的 胸腔或者腹部 走手 所以每一条经络都是一个循环 如果给大家打一个比方 就打守太阴肺经和守阳明大肠经来举个例子 然后守太阴肺经的话是从胸腔这里走手的 所以它的第一个学位是在云腹 是在这里 所以它走走走走走 走到我们的食指这里一个哨阳穴的时候 它就停止了 然后咱们把手举起来 它是往上走的 然后接着它和咱们的阳明大肠经是相表里的 对吗 阳明大肠经的第一个学位 是在咱们食指外侧的那个商阳穴 所以它往下走 它往下走走到头 然后所以它就是一个循环 所以平常讲血液循环 经络循环 它就是这样一个循环而走的 相表里的经络 它会顺着咱们的胸腔 咱们的头 还有咱们的手臂来循环 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使我们的气血更足 大家都知道那个经络是循环气血的通道 对吗 所以它就是这么来的 经络就是这样重要 然后手部的三条经络完了之后 就是咱们足部 这个大家需要留吗 咱们现在要讲足部了 和手部的六条经络一样 足部顾名思义打头的话一定是从脚开始了 所以每一个开头的第一个字都是足 足三阳经也是以阳明 少阳 太阳来命名的 其实最常用的大家应该听说的最多 只要去推拿他们一定会先推背 去开背的比较多 背部走什么呢 走我们的膀胱经 所以膀胱经它是我们最排毒的一条经络 因为它循环得最长 它循环得有多长呢 就好像咱们刚才讲到手臂 然后咱们的肺经是从云腹走到我们的绍伤穴 对吗 只有手臂这么长 但是我们的膀胱经是起自我们的精明 精明穴 然后绕了我们的头部 走在我们脊柱的两侧旁开一点五寸 然后到天柱这里分为两条 内膀胱经和外膀胱经两条经络 然后再从背部一直向下 然后到腿部 再聚集到咱们的成山穴 汇集在一起 然后踩走脚 所以它是贯穿了全身的一条经络 所以经常推它呢就是因为它排毒比较多 它走我们背部的时候 还走了我们背部的一些五脏六腑的反射区 所以我们经常推拿的时候会推出很多沙来 就是心肺反射区啊 推出沙来这些跟心肺就是相关的 肝胆脾胃了 肾了 这些都是推出来之后都是它的一个表证 所以它也是可以排五脏六腑的毒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少阳经 少阳经 阳经都是走在我们的腿外侧 所以少阳经是我们的胆经 阳明经是我们的胃经 然后它们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它们会从足走头 就是从我们的脚开始出发 然后走向我们的头部 会积在我们的头部 然后现在是咱们的三阴经 也是同样用足打头 这个的话阳经走外侧 所以咱们的阴经走的就是内侧 怎么分阴阳呢 其实就看咱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打腕 最简单的了 这样是不是可以打腕 但是我胳膊肘没办法往外拐 对吗 所以打腕的这一侧是阴经 因为打腕之后它是看不到太阳的 但是你这样背对着 就平常最简单的方法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内侧会比外侧白 对吗 因为外侧经常见太阳 所以外侧属于的是阳经 然后内侧属于的是阴经 所以腿上也是一样的 面向这边是可以打腕的 但是这边是可以打腕的 所以内侧是阴经 外侧是阳经 所以咱们现在是讲内侧的阴经 绝阴是肝经 肝经是和其他经络有稍微一点差异的 就是它最终的走向是腹腔走足的 所以大家会发现阳经 首三阳和足三阳都有经过头 对吗 阴经基本上都是在腹腔和胸腔就截止了 但是肝经为什么单独拿出来说呢 因为大家知道经落 经是一条主干 落是落脉 意思就是它走的一整条就和树的根须一样 那些根须走到了其他的地方 那个是落脉 就是它的主干不走那里 大家可以理解肝经吗 肝经是有一条主干 它就有一条直线 这条是肝经 但是在它有一些分叉的地方 它走了其他的地方 这个是落脉 如果从落脉上发出一些枝芽的话 那叫孙落 有点像咱们树的那个根 根基一样 对 孙落的话 所以为什么讲肝经 就是因为它其实到胸腔截止了 但是它落脉 有走我们的整个头部 所以大家看这些走头的经络 有一个特点就是 你就会发现平常头痛偏头痛的原因在哪里 熬夜 熬夜的人会不会经常头痛 然后咱们的阳经里面有一个胃经 不吃饭的人 就是饿了一整天的时候 你会头 头整个会崩起来 会发紧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 对 所以其实从经络就可以找出 咱们平常导致问题的原因 然后太阴的话是脾经 哨音的话是圣经 现在咱们的十二经络就说全了 就是首三阳 首三阴 足三阳和足三阴 十二条经络 然后接下来会给大家看一组图片 然后从图片上 大家就更能了解这个经络的走向 现在咱们先放一下首三阳的图片 首三阳第一个经络 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 拿它举的例子最多 出自大拇指的一个经络 肺经 阳经 肺经是咱们的阴经 然后阳明经是咱们的大肠经 它的走向就是从咱们的手走头 它其实又有绕咱们的唇部的 对吗 红色的那条是它平常经络的走向 然后蓝色的那条是它的落脉 就是刚才讲它的支叉 所以经常大家会说 为什么大肠经它有的时候还可以管到胃 有的时候还可以管到肝 管到其他的经络 就是因为它的落脉去走了其他的地方 所以它才会通过经络的刺激 管理到其他脏腑的一些疾病 大家有看它的走向吗 它会走到后面的那个 咱们的大椎穴 它又走到背后这个大包的这个地方 然后才转回来有绕咱们的唇 所以平常在感冒发烧的时候 经常如果咱们去调理的话 它们会在咱们的大椎上拔罐去封气 就是因为它大肠跟肺是相表里的 基本上咱们感冒都是跟肺热或者肺寒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的大肠经 它起自咱们的香羊穴 然后止于咱们的银香穴 银香是在哪里 是在咱们鼻子 咱们鼻孔的旁边 除了任脉和督脉 其他的穴位都是两个 银香是在这里 就是咱们鼻子旁边 如果咱们鼻子有阻塞的情况的时候 按银香也是可以帮助的 其实就和它的名字一样 迎接香气 为什么能闻到食物的味道 为什么能闻到花香 所以它这个银香管的就是这个 咱们的嗅觉不好的时候 鼻塞的时候 去按银香 它就让你迎接大自然的香气 迎接空气的清晰 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经络其实特别好记 学位也特别好记 就是你理解它的意思 它大概就是通过它的作用 去告诉你它的那个名字 所以只要理解了 就特别容易记住 然后第二条阳经 第二条阳经是咱们的 邵阳三交经 三交经也是从手走投 所以它是起自咱们的无名指 然后也是从背后走 然后最后它的覆盖区域比较大的位置 是在咱们的头侧边 所以三交是 刚才有讲是同管咱们五脏六腑的 所以当咱们的一个器官失衡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三交 对吗 所以经常咱们头痛的时候 是不是这边拉得紧 很少有人在头顶 只是个别部分 它会在头顶拉得紧 大部分都是在这里 是因为三交同管了五脏六腑 然后同样蓝色的部位 是它的落脉 大家看图上是有分虚线的 就是乳线以下它画了一个横线 然后肚脐以下画了一个横线 这两条横线就分别 把那个上交 中交和下交分出来了 然后它起的话 起字是咱们的冠冲穴 外侧的一个冠冲穴 在咱们的指甲下 然后它的那个指点 是在咱们的四竹空 在讲眼睛的一个课堂上 有讲四竹空 是在咱们的眉毛尾 对咱们的眼睛 包括一些白内障的问题 都是有特别的好处的 然后下一条阳金 是咱们的太阳小肠金 先不看它的走向 大家看它的蓝色的那条 是它的落脉 对吗 落脉它是有走到小肠的 所以其实咱们通过刺激经络的时候 不仅小肠 大肠 同样可以得到刺激 然后这样的话 它同时可以调节 我们大肠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 然后它的起点是咱们的哨泽穴 是在咱们的小指上 然后通过走咱们外侧的手臂 然后同样又走了我们的肩 然后接着就走到 围绕我们眼睛 和我们眼睛下的这个部位 然后它的指点是在听宫穴 听宫这个穴位 大家可以先摸下自己的耳朵边 就耳朵 就有一个小耳朵的这旁边 有一个凹陷 大家可以摸到吗 可以摸到这个穴位之后 张嘴 啊啊啊的时候 你再往下移 你放下张嘴的时候 它的下方有一个凹陷 那个就是听宫穴 张嘴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 对 有一个凹陷 那个是听宫穴 所以在刺激听宫穴的时候 通常医师选择针灸的时候 会啊啊把嘴张开 然后扎那个穴位 然后这个穴位的话 就和它的名字一样听嘛 所以它跟耳朵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在针对一些耳鸣呀 还有中耳炎之类的问题上 听宫也是可以帮助到的 所以其实像这些经络的话 你看小长经 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跟耳朵相关 对吗 但是一看它经络的走向 它落了哪些脉络 大家就会发现它们的穴位 还有不一样的作用 然后就是咱们的手三阴经 第一条阴经就是刚才讲的肺经 手三阴经 对 下一个 然后肺经的话大家看 刚才讲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短的经络 就是起字中幅 指于我们的大拇指 然后它蓝色的线就是它的落脉 所以其实它跟我们的那个韧脉 是有相连通的地方的 对 然后它起字中腹穴 指于哨伤穴 哨伤这个穴位 大家经常 我记得那个时候以前看电视 就经常有看到 哎呀 小孩子积实了 赶紧拿针扎一下它大拇指 然后挤出来黑血 它的积实就会好一点 对吗 但是其实正常来说 正确的穴位 其实是要扎我们的哨伤穴 只要把哨伤穴刺一个小孔 把里面的黑血挤出来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的积实 当时就有很明显的疗效 就可以得到很大的解决 哨伤穴有这样一个作用 然后第二条阴经 然后就是心包经 心包经也是 它是起自我们的那个胸腔 然后指于我们的手指 它是起自我们的天池穴 这个经络的 其实除了保护我们心脏的作用之外 它还可以 最大的作用就是 对于我们乳腺有很大的好处 就是你经常去揉那些天池的穴位 对于女性的一些乳腺增生 包括现在男性也是有一些乳腺增生的出现 包括胸闷气短 胸胀之类的情况 都是可以的 就是在我们天池穴这个部位 然后下一条阴经 是我们的哨阴心经 哨阴心经 其实这条穴位 这条经络的话 其实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 大家有没有看过经常那样拍杀的衣食 就是在我们的这里口呀 或者在我们这里口呀 就是会拍出很多黑色的包呀 或者一些沙出来 其实最原始拍打是拍打我们的极犬穴 就在我们的腋下 腋下这个位置 对 经常拍这里的沙出来对我们的心脏是极好的 包括心脏里的一些瘀血 心梗之类的一些问题 通过拍杀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把我们心脏的一些瘀血排出来 其实对于老人家 就包括我们经常坐电脑的一些年轻人 因为经常坐在那里血液的循环不够 所以导致血有点淤 都是有好处的 就是在我们的极犬穴经常可以拍一下 然后咱们平常在晚上洗澡的时候 也是可以经常疏通一下这里 就是向下疏通 因为在我们极犬穴这里还有一个什么 淋巴也是最大的代谢系统 对吗 所以向下疏通过那里排也是最快的 比咱们疏通到手指尖还是疏通到脚指尖更快 因为这里的淋巴系统是最大 然后接着就到我们的足三阳经 足三阳经第一个就是咱们的阳明卫经 它是起自我们脚趾的立对穴 然后止于我们的成气穴 这又说到这个成气穴 其实上次在眼睛的课程上也是有讲的 针对我们的近视 清光眼之类的 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然后它的落脉其实有走肝的 大家有看到吗 就是旁边的虚线 它是在我们肚脐旁边 然后就有点也是接近我们任脉的地方 它是有走肝的 所以其实刺激胃经上的血位 对我们的肝也是有帮助的 特别是针对一些熬夜的问题 或者脾气暴躁的问题 针对肝经上就是 其实它是一个远血刺激的方法 然后第二条足阳经 然后它是膀胱经 刚才有讲膀胱是人体最长的一条经络 对吗 它起自我们的精明穴 就是在我们的内眼眶上 然后绕了我们的头顶 然后在我们的后脑勺这里有它的落脉 然后往下走 在咱们的颈椎这里有一个天柱穴 分叉分为两条经络 内膀胱经和外膀胱经两条 所以为什么它排毒呢 因为它到这里分叉 到了咱们的背部已经变成四条经络了 左右两条 然后又分叉变成四条 所以它排毒效果也是特别好 然后它到了我们的臀部 然后过我们的膝盖 在我们的阴门这里有一个交叉 就是在这里 在这里有一个交叉 汇集了一下 又分开到我们的那个尾中穴 聚集在一起排下 所以除了极全穴 还有一个排毒的点 大家说是哪里 是在咱们膝盖窝那里 是尾中穴 就是咱们的膀胱经汇集的那个点 那个点的话 因为咱们整身的膀胱开始疏通了之后 要从脚开始代谢 所以它经过那里聚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膝盖后面也会有一个大包呢 就是它带了很多的垃圾毒素 从背部要往下排 但是因为你长时间久站 长时间久坐 导致腿部的血液不循环 所以它激在那里走不出去 因为脚上的压力太大了 所以经常拍那里的话 也是可以帮助排毒的 平常的敲打其实也是可以的 其实没必要像那个大师一样 非得给他拍出什么样的杀 只要你每天坚持拍打的话 就是有帮助的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 你先要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对吗 因为靠自身有点难 然后第三条阳经 是胆经 上一条 是咱们的胆经 刚才讲也是走的是外侧 然后它走的也是比较多的 就是咱们整个头部的侧面 然后还有咱们身体的侧边 然后它起自是咱们的童子疗 就是咱们的外眼框这一个点 也是对眼睛有帮助的一个穴位 然后最后指的话 指到我们的足翘阴穴 然后中间蓝色的部分 同样是它的落脉 然后这侧边的话 其实平常我们很少有注意到它 所以经常侧边 可能身体往宽了发展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就是因为咱们侧边的筋出现问题了 所以同样这里也是可以通过敲打的 敲打的一个点 就是在咱们两边的带脉穴这里 可以帮助我们胆经的疏通 然后或者手垂直 垂到这里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风式穴 然后敲打这里是可以帮助排风的 很多体内聚集了很多风气的人 敲打这里会有很多阁要打出来 大家回去可以试一下 然后下一条的话 就是到了我们的足三条阴经了 第一个是脾经 脾经的话 它是走在我们腿的正前方 然后是隐白这个穴位 大家其实也是可以记一下的 隐白这个穴位 对于大出血就是疗效特别快 就包括女性的一些精气的崩漏 包括中途有什么受伤的问题 大出血的问题 暗影白血 止血会很快 然后接着就到我们大包血 大包是在我们的这里 就是我们的手肘一打腕 然后就可以摸到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的大包血 这个同样是对我们整个乳腺疏通 是有很大帮助的 就包括它对肝气穴节有很大的帮助 基本上咱们在场做了多少人 就有90%以上的人 这个穴位会痛 可能你自己没有按到 但是你去疏通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里有一根 很大的一根筋 然后有穴堵的地方 就把大包血疏通开了之后 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心胸很开阔 很宽广 呼吸空气都会比较轻松 所以大包血是大家重点 要去疏通的一个穴位 然后下一条阴经的话 是我们的圣经 圣经刚才讲了 能打腕的地方都是阴经嘛 所以它是走到我们腿的内侧 然后腿的内侧 然后一直走到我们的胸腔这里 它走到的是我们的鱼腑穴 然后等一下的时候 主要给大家讲的是三条阳经 所以阴经过得就会比较快 然后最后一条阴经的话 是最后一条阴经 然后是我们的肝经 然后肝经的话起自大吨穴 然后止于我们的七门穴 七门这个穴位对于我们的肝 也是有特别多的好处的 特别是脂肪肝这些问题 它的效果也是特别好 大家刚才有跟大家讲 为什么肝经要单独拿出来说呢 你看它的经络 它的落脉是有走我们的头 而且绕了我们的唇部 对吗 对 所以其实像我们特别生气 人特别容易暴躁的时候 大家应该有很多 遇到很多这样的案例 就是有的人太生气了 生气了 然后他就会晕倒 因为气上头了 或者脑梗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是因为肝经有绕头 肝是阻怒的 你一旦生气的时候 那些气都会往头走 它不会通过你的脚趾的太充穴 往处排的时候 它就会影响到你的脑部和头部 包括生气的时候 导致面瘫也是因为它 咱们的肝经有走咱们的面部 所以大家可能回去经常发现一下 就是它大部分容易生气的人 它的面部都会有一点倾斜 多多少少的 这种的话都是因为肝经影响的 所以在这个呢 可以通过刚才的胆经去帮助它 就是刚才的那个脾经上的大包屑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肝经 包括面部的一些口眼歪斜的 所以咱们三条阴经讲完了 接下来会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一个经络的走向 让大家更加了解经络的一些落脉 和经络走向的问题的时候 大家对于头部疏通 学的也会比较快 等一下视频里会有一些 就是脏腑会有一个闪光的图像 那种的话就代表它走的是 它跟哪个器官是相对应的 而且或者就是它走那条经络的时候 有落到那些经络 落就是落脉的那个意思 就是它会把那个脏腑收起来 第一个的话是咱们的肺经 可以从头给大家放一下 对 起着我们的大指 所以其实它是有过咽喉的 包括对于我们一些上火的问题 肺经也是可以帮助到的 咽喉 口 长疮 大肠经 未经是 头走足 尘在肢筑 收bere一步 而且等触付队 那边 全部 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会积在我们的尾中穴 然后直下 明镜与点点栏目 胆筋是头走足 但是它在头面部的时候有很多个穴位 组内侧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三条阴晶会在脚踝那里的三阴胶相汇集 三阴胶是三条阴晶会集的一个点 所以肝瞩目 开窍于眼 所以对眼睛是有帮助的 这就是咱们十二经络的一个走向 刚才通过那个视频大家对于走向有一些了解了吗 对于十二经络大家了解了吗 对 所以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要讲咱们头面部的九条经络了 其实像头面部的九条经络 除了咱们刚才讲的其中一部分阳经之外 头面部也是有走我们的任都二脉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PPT的第一个就是咱们的都脉 都脉的话它是咱们的阳脉之海 所以咱们所有的阳气都汇聚于都脉 然后都脉是阳脉之海 但是刚才大家看十二经络的时候有发现 咱们的三条阳晶是手走头 然后咱们的足上的三条阳晶是头走足 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什么 它们最终都会跟头是相关的对吗 跟头面部相关 所以其实在中一的古籍上流传下来的是 头为助阳之汇 就是所有阳经所汇集的一个地方 所以咱们的手三阳和足三阳都会从头部 不管是出发还是指在那里 所以咱们第一个都脉是所有的阳脉之海 然后它的起止点 都脉和任脉都是自下而上的两个经络 它是其境八脉的两条 它的都脉的起点是在我们的长墙穴 是在我们的尾椎这里 咱们坐在这里 坐在这里的时候下面是有一个尾椎 然后尾椎的最下方是长墙穴 然后它是并于我们的脊柱的 就是你背后 你现在摸你的背后可以摸到骨头的这个地方 整个一条脊柱 督脉就是和它相并在一起 所以你摸到的脊柱的那个地方 里面就是我们的督脉 所以经常人家说就是疏离脊柱一身轻 就是因为要把那个督脉之海给它畅通 让阳气可以通过 所以它起于我们的长墙 最终它止于我们的银胶穴 银胶这个穴位是在这里 是在我们的上牙齿 上牙齿这里有一个相连的地方 所以它其实是在里面 是一个银胶穴 然后咱们的韧脉 起自咱们的慧音 慧音穴的话 是在咱们的那个肛门和生殖器之间的位置 然后一直顺着咱们的肚脐中间往上 止于我们的橙浆穴 橙浆是在我们的下牙齿 就是我们的下唇这里 你摸这里的话 经常这里也是有一个窝的 所以怎样可以让韧脱相交呢 大家知道吗 咱们平常一直说话一直说话 发现就没有交在一起 所以经常如果说话比较少的话 你可以用你的舌尖顶住你的上颚 就这样顶住你的上颚 其实韧脱是可以相交在一起的 这个时候就是可以使我们达到一个阴阳平衡 所以平常如果咱们没有在讲话的时候 可以把它养成一个习惯 舌尖顶住自己的上颚 让阴阳去平衡 然后咱们的韧脉和都脉 都脉刚才讲了是阳脉之海 但是咱们的韧脉的话是咱们的阴脉之海 所有的阴晶汇集在一起的地方 下一个 对 韧脉和都脉刚才讲了 是齐经八脉中的两条 然后他们两个都是同时管理着脏腑的气血 咱们所有五脏六腑的气血 那个都脉管理着人的一身的氧气 然后任脉管理着人一身的阴气 所以刚才讲如果任都相交的话 就是可以使我们的人体的阴阳平衡 然后这就是我们其中的两条经络 然后等一下咱们任脉 关于咱们的头疗 任脉是第一条要做的 所以第一条咱们在头面部任脉出现的地方 只有成浆穴 对吗 所以这个血位大部分以点压为主 就是平常的时候可以这样点压这样的血位 其实点压血位也是特别简单的 就是由轻到轻 然后由重到轻慢慢地慢慢地去点压 然后每次点压三下 大概每次停留三十秒左右 然后经常点压这个血位的时候 你会发现等你三次之后 等一下这里就会发热 会发烫 这样的其实就是 只要发热发烫了 说明你这里的阳气起来了 气血就是在循环 这样的话对你做头疗的效果就会更好 然后下面的七条经络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刚才讲的十二经络中的其中七条 然后首先是从头走脚的三条阳经是脚上的 足太阳膀胱经 刚才讲了它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 对吗 五脏六腹的毒都是可以通过它排的 除了平常去推拿的时候推经络之外 经常敲打伪中穴 是可以帮助那些代谢不出去的垃圾 通过淋巴代谢出去的 然后第二条是足阳明胃经 胃经的话 就和它的名字一样 胃的话针对的是消化问题 对吗 就是我们基石的问题 或者我们胃胀气之类的问题 都是可以通过胃经去解决的 如果大家平常记不住经络上那么多的血位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经络的旗指点 你把旗指点通了 让气血充盈去循环 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 如果记不住那么多血位的话 然后第三条从头走脚的阳经 就是胆经 胆经刚才讲是起自我们的童子疗 是从我们的眼睛开始的 然后止于我们的足翘音 调理的是脏腑的契机 针对的是整个脏腑的契机 然后因为胆 它是分泌胆汁的嘛 胆汁它有一部分是可以给小肠的 有一部分是可以给胃的 帮助的是消化和吸收 也可以帮助调节 我们人体的经验这些 然后为什么 以前有跟大家讲 就是肝煮木嘛 肝胆是一家 为什么我们经常 就是看书看久了 或者熬夜熬久了会影响到我们的头 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眼睛 就是刚才因为经络有走向那里 童子疗就是在这里 然后下一个的话就是 从脚走头的阴经 刚才单独拿出来说的我们的足绝阴肝经 肝经这条经络起于的是大蹲穴 止于七门穴 有疏泻身体浊气的功能 刚才讲了肝嘛 肝气郁节这些问题都是跟肝相关的 包括脂肪肝这些问题 都是跟肝相关的 所以通过疏通经络起止点的穴位 刺激整个气血的运行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头部 包括我们整个经络的循环 然后手部的三条经络的话 就是守阳明大肠经 大肠经起自咱们的伤阳穴 然后止于银香穴 它除了有通便的功效的话 它还可以防止我们的皮肤病 刚才讲了 如果我们便秘的话 是不是有的人会长痘 为什么呢 是因为跟肺相关 肺主皮毛对吗 所以它是 如果经常刺激大肠经的穴位的话 针对我们的一些皮肤病 包括起尸疹这样的疾病 也是有帮助的 然后守邵阳三交经的话 起自是关冲穴 止于的是丝足空穴 然后掌管五脏六腑的元气 而且管理全身经业的疏步与排泄 咱们的那个三交经刚才讲了 管理了咱们的上交 中交 下交 是五脏六腑 其他空隙存在的都是咱们的三交 三交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三交就长什么样 三交就在什么部位没有 整个都是三交 所以它管理了全身的经业 疏步与排泄 所以咱们刚才讲四足空是在哪里 是在咱们的眉毛尾 对 眉毛尾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 然后最后一个守三阳经 是小肠经 起自哨泽穴止于听宫穴 听宫刚才就是咱们讲的 张嘴的时候有凹陷的那个地方 就是听宫穴 它的作用刚才讲了 就是帮助人的食物与消化 包括吸收 然后可以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 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人他吃什么都不胖 吃什么都不怎么吸收的时候 就考虑他可能阳气不足 导致他自己的小肠吸收功能下降 对 所以咱们的走头部的九条经络讲完了 现在咱们要讲关于头部这些经络咱们要怎么按 今天这些学位咱们是以连线的方式 去找头部的九条经络 然后以及它的疏通 现在咱们要画一个人的正脸 刚才讲咱们第一个要走的是哪个学位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一条经络 它在咱们的头面部只有一个学位 就是咱们的沉浆穴 是在咱们的下巴正中这里 是咱们的沉浆穴 所以它是咱们第一条头疗要疏通的经络 所以现在咱们就按照刚才的方法 由轻到重 然后由重到轻 每个按压三十秒 然后再轻轻地放松这样的方式 由轻到重 如果有疼痛感的话也不用怕 有的时候其实是因为那里的经络阻塞导致的 只要是在你承受范围内就可以 然后点压这里的时候也是可以揉的 转圈圈可以使我们的那个 可以刺激我们按的那个穴位 然后由重到轻 然后慢慢地起来 然后每次点压三十秒 然后第二次 是在我们的下嘴唇正下方 对 是凹进去的那部分 这个没有讲 顺时针 逆时针这个没有特别的要求 然后再慢慢地拿起来 然后等一下你就会发现 如果你的热脉够通的话 这里就会慢慢地发热 然后第二条的话 任脉走完走咱们的都脉 都脉的话 现在咱们首先是按印堂穴 印堂大家知道吗 是在咱们的两个眉毛中间 这里是咱们的印堂穴 它同样的方法 其实刚才讲是跟大家以连线的方式 所以入法际线这里有一个神庭穴 先给大家写上穴位的名字 神庭 其实大家平常如果有修的话知道 就是神庭这个穴位的话 就是神居住的地方 神的庭院 所以其实按神的话 经常也是可以按神庭这个穴位的 入法际线 这是咱们的后脑勺 刚才神庭这个穴位是在前面入法际线的地方 然后它怎么连线呢 先讲我们整个的那个都脉 都脉的话它走的是我们的中间对吗 所以它会在我们后脑勺法际线封府的穴位 它是会经过这里的 封府就是在我们的后法际线直上0.5 然后你会发现这里也是有一个窝 是在我们的正中间 有的时候你就是比较瘦的人 你可以摸到正下方式 可以摸到你的颈椎这个骨头的 可以摸到对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二条线 所以这里的话 因为咱们第一个那个沉浆穴是点按的方式 因为它只有一个穴位 现在咱们是走的整个头疗的方式 所以是以疏通的方式 这样刮 按照它的走向刮的话 是可以帮助它整条经络的疏通的 然后从咱们的头到了咱们的神庭对吗 神庭往后一直到咱们的封府 整个都是要刮 然后也是根据你自己的力度 然后你自己的大小 如果疼的话是没有关系的 是在你承受范围内是可以的 然后你刮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 你整个头都会发热 大家刮的时候有感觉吗 大家其实是可以用一点力的 头皮虽然咱们看不到颜色 但是这里可以 就是大部分咱们在疏通的时候 如果能给它刮到有玫瑰红 就是能看到红色的这个颜色是最好的 证明那里的血液开始循环了嘛 对 所以平常大家用的话 用手指基本上很难使到力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关节这里 然后这样向上刮 然后在刮的时候 大家如果有遇到颗粒颗粒的地方 那个就是平常压力大 还是晚睡 还是思想负担太重 导致的一些阻塞 所以如果遇到那样结的问题 不要怕痛 就给它多疏通几下 如果你觉得那个结真的很痛的话 就先疏散它的周围 大家疏通的时候有感觉到吗 疙瘩疙瘩颗粒粒的地方 其实中间也是 如果你觉得从神庭到丰府 这个距离太远的话 中间也是可以连一下我们的那个百会穴 百会的话就是你耳朵尖 耳朵贴在你的面部 然后直上绕到咱们的头部 然后这里过去像交接的一个地方 那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百会穴 所以你可以先平常疏通疏通 先疏通到百会穴 然后再从百会疏通到丰府 现在大家疏通有没有感觉到发热 就是疏通的那条经络 等一下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同学上来做模特 然后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然后第三条线的话走的就是咱们的膀胱经 太阳膀胱经 膀胱经刚才讲起在哪里 精明穴 是眼睛这里 然后这里的话是有一个霉充穴 这个时候咱们不需要找特别准的穴位 因为咱们是整条筋疏通的 所以不需要找特别准确的穴位 就是以刮的方式往上走 所以没充的话 刚才讲膀胱经距离咱们的中间的督脉 在背后内膀胱经是1.5寸 所以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旁边 然后最终它指没有是在丰府这里 这里有一个预诊穴 预诊 大家先摸自己的后脑 整个掌放在后面 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凸起的地方对吗 会有凸起的地方吗 对 会有一个骨的地方 然后咱们选择正中的这个点 然后旁开1.3寸 就是我们的预诊穴 然后按这个穴位的时候 如果有痛感的话 这个跟平常就是头部有进风是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按这里 如果能把浊气通过打嗝或者放屁的形式排出来 脑部会特别轻松 就是先从精明穴到霉冲穴 霉冲穴然后到我们的预诊穴这样疏通 然后大家现在也可以疏通一下 先疏通一侧 就是以刮的方式来进行 没有点按那样的方式 疏通的时候如果有遇到结就要忍一下 大家按的时候有有痛感的穴位吗 对 所以有痛感 大家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还是要忍一下去疏通 膀胱经这个是肯定要重点疏通的 因为刚才讲了嘛 排毒的通道嘛 对吧 所以到预诊穴那里就可以停 它这条经络大部分聚集的一些痛点 因为我们经常去给病人做调理嘛 但是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他们经常聚集的点 它点的话大部分都在预诊的周围 在预诊的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经常就是重点去疏通它 因为大部分预读都在那里预读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 现在天气这么热对吗 大家出去出汗了 然后突然进到空调房里 这里特别容易进风 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晚上洗了头之后没有擦干 然后对 躺下去睡着了 所以这里进风湿 这里的结也比较多 而且特别痛 大家疏通的时候有感觉吗 对 然后这就是咱们的第三条 第四条的话 其实咱们其中的一条阴晶 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肝晶 肝晶它刚才是有走头面部 然后走了眉毛的偏中间的地方 然后走了我们的头部 所以它是在我们的膀胱经 疏通是膀开1.5寸 膀胱经膀开一直左右的地方 就是我们肝晶走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我们第四条线 咱们可以从眉毛这里 这里 鱼腰穴其实它是一个骑晶 不是经络上的穴位 但是咱们可以以它作为起点 去疏通这条经络 因为落脉上一般是不存在穴位的 所以就是眉毛中间 这里有一个鱼腰穴 然后向上疏通 大部分人会在这里 眉毛上1.5寸 这里有一个羊白穴会痛 因为肝晶走落脉的那个地方 因为它经过这里 所以大部分那些浊气 它容易在这里聚集 咱们刚才讲的后脑勺 大部分是湿喊在这里聚集 这里聚集的是浊气 如果你的浊气 没办法从脚趾往外排的时候 你就要经常疏通眉毛上面这个羊白穴 也就是咱们刚才讲的第四条经 走肝经的地方 大家会发现 越偏向耳朵越痛 大家有感觉吗 疏通咱们的那个 咱们的都脉的时候 感觉还可以啊 我感觉大家还有可以瞌睡的 然后疏通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已经很多人清醒了 会吗 其实在肝经这里 真的大家要好好疏通一下 因为整个肝胆都包括了这边 咱们平常紧的时候 也都是在那个两个头的侧边 大家疏通这里会有痛感吗 自己感觉的话 是哪条经络感触最明显最痛 到目前为止 每个人都不一样是吗 对 其实刚才下面有很多同学做的是对的 因为有一只手拿笔 然后除了肚脉是中间只有一条之外 其他的经络都是旁边各一条 所以都是两条 所以可以两个手一起去做疏通 然后咱们的下一条 其实走的就是咱们的面部了 刚才咱们走的头部的这些经络 对于一些中风啊 脑梗啊 这些就是 得了重大疾病的一些后遗症有帮助 现在咱们走面部的这些 对于一些面瘫的问题 包括咱们眼睛 鼻塞 包括那个口齿长疮的问题 都是有帮助的 还有针对耳朵的 所以下一条 咱们走的第五条的话 是从银箱开始的 银箱这个学位开始 大家知道是在哪里对吗 是在咱们鼻子这里 然后下一个的话是咱们的全疗穴 全疗 可能我不太明显 大家身边有没有那样的朋友 就是它一笑 然后它的整个苹果肌 它的那个整个肌肉就会显现出来 然后那个肌肉的正下方这里 就是全疗穴 全疗是面部最酸的一个穴位 大家可以找一下在它的周围 这个穴位不适合平常咱们这样按压按压 它是找到那个鼓之后 向上鼻 给它一个向上的力 你会发现这里真的很酸 有感觉吗 找到了吗 有没有找到的同学 对可以找到对吗 如果你真的不好找的话 先给一个微笑 然后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肌肉 然后就在那个肌肉 肌肉最靠近嘴巴的这个点的这里 然后给它一个向上的力 这里就是全疗穴 这个的话 这个全疗除了针对我们一些面摊的问题 就包括我们的牙齿痛 牙痛的问题也是会帮助到的 这里的话其实有贯穿我们那个牙部的很多神经 大家可以找到全疗穴吗 按这里的话 全疗这个穴位有什么帮助 就是你按这里的话 你会发现你整侧的这个脸 都会有发热的感觉 所以经常在针灸的时候 刺激全疗 大部分医师都会选择这个穴位 有感觉吗 给它一个向上的力 首先你向下 向内 就是推向后的方向 然后你再向上 这个穴位就会很明显 然后 所以 它大概的位置是在这里 连到全疗穴 接着就到我们的厅宫穴 对 先张嘴 张嘴找到那个穴位之后 这里是有一个凹陷的 针灸的话是需要张开嘴去扎这个穴位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在点按穴位的时候 就通过墙刺激 然后刺激这里的肌肉 让肌肉拉到里面的一些骨和神经 所以这个穴位大家可以大一点力 对 先找到那个穴位之后就不用张嘴了 如果大家想按的那个更深层一点 可以 对 啊 张开嘴 然后去刺激这个穴位 经常很多人刺激的时候会发现耳朵后面 这根筋也会被拉到 对 所以它是对我们的耳朵整个也是有帮助的 包括耳鸣 然后那个中耳炎这些问题 包括你在游泳的时候 耳朵里面浸了一些水 洗头的时候耳朵里面浸了水 按这个穴位都会有帮助 然后连接到了这三条线的时候 同样以钢材的方式 就是去这样疏通 以连线的方式 大家会发现正好跟的是咱们面部的这个骨头 去疏通这个穴位 其实像大家现在没有特别多的感触 但是因为咱们是坐在空调房里 咱们经常面对着空调吹的时候 面部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风湿的隐患吗 所以平常咱们自己在疏通的时候 就会比其他人更大可能性的预防面炭和中风的发生 大家按照就是走这一圈线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有没有拉到其他部位 会比较明显吗 你疏通的时候 基本上它是有一个那样弧线的姿势在走的 拉到我们的听工穴 现在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你自己在坐的那半边脸在发热 大家都对自己有点轻啊 下手都太轻了 其实不能以洗脸那样的方式 那么轻的方式再进行 按压穴位的时候 多多少少你都是要有一些酸麻胀痛不一样的感觉的 只有你有感触了 你才可以真正的刺激到经络 然后才能真正的达到你们想要的那个效果 所以可能要用点力啦 不能对自己太好啦 然后下一个学位的话 下一条的话 是我们第六条 然后走的是我们的成气血 成气这个学位其实也特别好找 它就是在我们的下眼筐这里 然后你可以慢慢往下摸 摸到哪里的时候有一个坑 然后你这样往下按 看这里也是一个比较酸的穴位 有的人会比较胀 会有感觉吗 有找不到这个穴位的同学吗 可以从咱们的上眼筐往下找 基本上不到一拇指的距离 就是一拇指宽度的距离 你就可以找到你的成气血 然后可以打圈的方式去按它 大家不能对自己太轻直 按这里的皮肤 咱们可以深深地按下去 有一个力了之后 就保持这个力度 然后去转圈 不能以洗脸的方式那样进行 有感觉吗 会有一个比较重的力 成气是在咱们目视前方正眼眶下的这个位置 不是左和右 也不是在全疗的位置 它比全疗靠中间也靠上 大家有找到这个穴位吗 需要我帮你们去找这个穴位吗 找得到对吗 然后接着咱们这个穴位的话 其实对咱们自己 包括对小朋友都是有帮助的一个穴位 是在咱们平常没有面部表情的时候 这里 这是咱们的嘴角 然后这里有一条缝 然后旁开不到一指的距离 这里有两个穴位是地仓穴 经常你看到有笑的人 他们有梨窝的人的那个位置 那里的话就是地仓穴 地仓这个穴位 针对就是皮比较弱 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皮弱 会有哪些表现的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流口水 会吗 大家现在会吗 对 可能小孩子会啦 但是其实像小朋友 越小的朋友 他如果有这样的现象的话 你去按他的地仓穴 是可以帮助他改善这样的现象的 地仓 可以找到吗 这个穴位 其实按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上牙齿和下牙齿 中间那个缝的那个地方 就在这里 大家有找到地仓吗 对于脾虚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对于小朋友 大家平常可以试一下 如果小朋友晚上有流口水 或者平常有流口水的现象的话 你经常按压这个穴位 它真的改善得特别快 然后这样 然后接着的话 咱们疏通的是这一条对吗 然后下一条的话 其实过的就是咱们胆经的那个经络了 是在咱们的童子疗这里 童子疗这个穴位同样是点按的方式 因为如果你按揉按揉按揉 因为大家要用力嘛 按揉可能会伤到眼睛 所以这里只是点按 没有打圈 这里只是点按 外眼眶这个位置 其实咱们可以在这里摸到一条缝 那个的话 如果你摸到那条缝 说明你找童子疗这个穴位就找对了 然后它的另 它往后走的话 就是在咱们的耳朵 贴着咱们的那个头 然后耳尖这个地方有一个脚孙穴 然后童子疗是要往脚孙这边疏通的 疏通到脚孙 然后脚孙 然后走到我们的疑风穴 疑风就在我们的耳垂后面 大家可以找到疑风穴吗 疑风穴 现在这个是咱们的耳垂对吗 它的正后方 和咱们下巴合和连接的一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窝 这个穴位 其实除了对眼睛有帮助之外 它对咱们的一些头痛 包括颈椎的问题也是有帮助的 大家可以找到疑风穴吗 会有酸的感觉吗 对 是在咱们耳垂的后面 对 然后你也是一个点压的方式 按到那个穴位 然后你做疏通的时候 就是从咱们的童子疗到脚孙 脚孙 然后到咱们的疑风穴 所以其实会发现它是一个 绕了耳朵一圈的一个方式 有点像 然后这是咱们的耳朵 然后眼睛 就是童子疗 然后到我们贴耳朵的这个脚孙穴 然后绕下去 这里是咱们的疑风穴 它大概是一个这样的 就有点像咱们平常如果有戴眼镜的话 大家就会有发现 就是如果你的眼镜比较小 那些人勒了一个勒痕在这里 或者晒了之后晒了一个痕迹 那一条走的那个方向就是咱们现在要走的这条筋 然后咱们现在疏通一下 从眼睛的这个童子疗穴 然后到脚孙穴 然后走咱们的疑风 其实平常现在大家是用手 在家的时候可以选择用梳子去疏通 它的面积也会比较大 只要你梳子的那个尺不是很尖利的那种 平常咱们的梳子也不是梳头发 主要是梳头皮 所以这里的话也是平常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来看 然后就是五到十次左右 点按穴位的话是三十秒 然后三足左右 然后这就是咱们的 第八条 然后最后一条的话是走的咱们整个后脑的后侧 然后是从咱们四竹空这个穴位 眉毛尾这个穴位 然后连到咱们的顽骨穴 顽骨是在哪里 就是在疑风后一指的位置 然后它的点法和全疗是一样的 就是你先按下去 然后这里有一个窝然后往上提 这个对咱们颈椎的问题也是有帮助 包括一些脑供血不足高血压的问题 也是可以帮助到的 它可以帮助你调节你的血液的问题 因为大部分人这里都拉得很紧 你会发现就是你在扭动脖子的时候 如果那里有一个基因一直在拨动你的手指 那那里的话就是顽骨穴 可以找到吗 顽骨穴在这里 这里 可以找到吗 或者如果有同学上来的话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对于刚才讲的那些穴位 大家如果有不知道的地方的话 对 侧面对着大家 然后这里的话 这是咱们的耳朵 然后这里 耳朵的这里 就是咱们的疑风穴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对 越暗越会酸 或者越暗越会胀 然后它后面不到一指的位置 不到一指的位置在这里 然后 往上提 这个穴位就是顽骨穴 这个顽骨穴除了帮助 可以调节血压 它也可以针对颈椎的问题 它也是可以帮助到头部的 如果是按照刚才整个去疏通的话 这个是顽骨穴 大家有看到吗 就是在入法济线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骨 然后你一个往上提的姿势 然后它会绕 它会绕我们整个后脑过去 然后刚才咱们讲了风斧对吗 然后旁边风池这个地方 大家有找到风池吗 所以它整个疏通的方位 就是从咱们的眉毛尾 这里有一个四竹空 然后到咱们的那个顽骨穴 然后顽骨这边做疏通 疏通到咱们的风池穴 风池穴这里是有一根筋的 按下去大家可以找到 然后大概跟 我刚才跟大家讲大概每次的话就是五到十遍 然后到咱们的顽骨穴 再到风池穴 自己也是可以多给自己疏通一下的 会痛吗 对 痛是可以接受的吗 对 顽骨和风池这几个穴位 基本上都是在法际线的旁边 所以你顺着法际找也是特别好找 所以它后侧走的这个都是我们的枕骨 枕骨这个部位如果疏通开了的话 确实对于我们脑供学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你这里疏通开了的话就是 假如你平常蹲在那里 大概蹲一分钟起来就会头晕的话 这里疏通开了的话 你会发现你蹲更久起来才会 就蹲更久才会出现那样的现象 然后你现在是这边会 刚才疏通的地方会热吗 就是刚才疏通的这个侧边 对 会有一点热热的感觉 就是要疏通到它发热 这个时候效果才会好起来 现在我会以这个姐姐为示范 给大家做一下那个刚才九条经络的走向 面向大家 首先咱们第一个是哪里 它只有一个穴位 对 橙江 由轻到重 然后由重到轻 由轻到重 然后由重 然后由重到轻 然后由重到轻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 点按这里的话就是会发热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咱们的都脉 刚才走的是任脉 都脉的话是从咱们的印堂到咱们的神庭 神庭然后到后面过百会 百会到丰府对吗 它其实就有点像刘沙的方式在进行 它其实就有点像刮沙的方式在进行 到神庭到每个穴位那里的时候您可以打一下圈 就是通过强刺激穴位来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然后接着从神庭连接到咱们的百会穴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做 做完之后真的头会特别轻松 其实在门诊那边经常来做头疗的是一些销售人员 和在职场上工作的年轻人 因为他们经常面对电脑压力特别大 所以他们的头部特别紧张 所以他们经常来做头疗舒缓的就会比较快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 如果那里发热了就可以停 或者如果你给别人做的时候 你看那里的皮肤发红就可以换另一条线 对 是可以帮助脱发还有生发的 首先了解一个脱发的原因 除了压力大的一些问题 除了咱们的肾经的阳气不足之外 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头部的气血不循环 营养跟不上导致的 对吗 然后到丰斧这里可以点压一下 丰斧就是挤住咱们的颈椎后方 对 植入法际线那个地方 然后旁边的话走的是咱们的膀胱经 膀胱经第一个走的是咱们的精明穴 然后精明到咱们的眉冲 对吗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可以随时跟我讲 如果有痛点的话 哪里最痛 对 就是这里 这里其实是等一会儿要走干净的地方 刚才有跟大家讲 这里有一个什么穴 阳白穴 阳白穴堆积什么最多 浊气 所以这里会有一些浊气 所以导致它这里痛 所以咱们先把膀胱经走完 膀胱经是起字精明 然后倒霉冲 然后沿着脊柱旁开一点五寸的地方 没冲 接着就到我们的预诊 预诊是在我们后脑勺 然后找到我们那个骨旁开一点三寸的地方 到了这里的话 真的 不 不是你们自己可以找自己的 这里真的有很多结 开始有 呲啦呲啦的那个声音 对吗 这里有一个咯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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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所以这里真的堆积了很多结 对 中医有讲痛则不通嘛 所以有结结的地方它肯定都是有预读的 所以结疏通开了头就会轻松一大半 然后这就是咱们第二条 然后第三条的话 刚才有讲是一条阴晶 但是是走头的一条阴晶 它的落脉走这里 是以那个鱼腰穴为准开始 对 眉的中间 眉骨中间 然后刚才讲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来 如果有痛点的时候 可以多停留一下 这里的话 刚才有讲是有痛点嘛 阳白穴 这里有一些浊气 可以帮它排出来 有痛点就可以多疏通 如果这个点真的特别痛的话 就是跟刚才讲的一样 真的特别痛的时候 怎么办 就在它的结的周围去疏通 这里也是 有感觉吗 咯哒哒哒哒 会比后脑勺更多一点 所以其实平常您的问题在肝 肝的话其实 大家如果有听以前的课的话就知道 肝在五色里面煮的是什么 煮的是青色 最绿色的东西都是可以入肝的 青菜这些 对 都是可以 然后再一个的话 就要改掉平常的坏习惯 比如熬夜呀 用眼过度呀 或者生气呀之类的问题 只有这里的一点结了 前面的就会散一点 其实像小的节节 如果你认真去疏通的话 小的节节 如果你认真去疏通的话 它就会散掉 大的节节可能要您多几次去疏通 所以现在这里的一些节就散了 只是在这里 有一个咯哒咯哒大的这个节 可能要多几次 平常您回去坚持疏通 对 对 如果在疏通的时候有打嗝 把气排出来是特别好的 体内有那些湿寒浊气 肯定要找一个方式排出来 所以不用憋着 一定要把那些气排出来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刚才咱们干净走的位置 然后下一个的话就是咱们的四竹空 四竹空走的是咱们的耳后 刚才那个姐姐第一次上来疏通的这个地方 四竹空走哪里 走顽骨 顽骨走风池 要侧着坐 我都感觉都已经出汗了 有没有 头上会冒一些小汗珠 所以等一下的时候是不能坐在空调直下的地方 所以平常大家一会儿会讲到关于咱们做头疗的最佳的时机 是晚上睡前十分钟和早上醒来十分钟 睡前十分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保证 如果你洗头的话头发要吹干 没有 睡前做可以使睡眠更好 你头一放松的时候其实就很想入睡 所以针对失眠的问题的时候 你做头疗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如果平常家里有油的话 针对枕骨的这个血位可以放一些油 如果活肉油的话其实也是可以 因为头部的头皮下面就是骨嘛 所以没有特别坚韧的肌肉 但是这里的话会针对我们颈椎的一些肌肉比较多 所以如果你放一些葫芦油的话 可以针对一些颈部的肌肉得到放松 所以除了放松头也可以放松紧 请问一下那个牛角 你有就是用那个比较圆的地方 跟比较尖的地方 那我们几时该用哪一个 在我们的头部 这个要看自己的承受能力 基本上点穴位的时候都会选择用尖的地方 因为它刺激的会比较深 就比如这个顽骨穴 但是会有一些痛 但是如果你在疏通的时候 就好像咱们现在走头疗 如果要走线的话 用这方面这边的话会比较温和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划长线的时候 用圆的这一头 如果你点穴位要生刺激的时候 用尖的这一头 然后咱们的下一条线就是 起自咱们的童子疗穴对吗 童子疗穴 然后到了我们的脚孙穴 然后最后止于我们的移风穴对吗 对吗 耳朵上面是有一些小的结 睡眠不好 对 这些会影响到睡眠 你看 哒哒哒哒哒哒哒 但是这些结很小会很快散掉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经常这样刮 就早喝完的话一周左右它就散掉了 就是这些小结你就趁它刚出现的时候 你帮它打散 赶紧代谢出去 就不会形成后面那么大的问题了 然后到脚孙 脚孙到移风 因为移风那个穴位它是骨和骨之间比较小 所以会选择尖一点的这边的头 移风这个穴位 对 就是在这里 在咱们耳朵后面的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吗 大家要找对移风这个穴位 你看移风是在这里 但是如果你往前面这个地方按的话 这里有一个穴位 如果你按得比较深的话 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 不是往好的方面影响 有的时候高血压的人会影响到它更高 所以移风穴咱们一定是在耳朵后面 不能按到靠耳朵前面 下面下颌骨 下面这个有动脉的地方 在按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嗓子痒吗 对 有听到您咳嗽 蓝面朝前 这种的话其实是没问题的 因为大家刚才有看到那个经络的走向对吗 经络在那个视频走向的时候 它很多经络它都是有过咽喉的 所以如果除了咱们打嗝一些的方式排出来 如果有这些咳嗽之类的也是没问题的 如果能咳出痰是更好的 然后下一个的话就是咱们的面部 现在我给大家找一下乘气血 乘气的话大家不是看到这里下眼眶对吗 然后下意指的地方 凸的那个凹陷的中间 对 这个是咱们的正眼眶对吗 眼眶下 这里有一个凹陷 眼眶下 因为面部皮肤可能没有头发那么好疏通 所以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油 然后在这里就没有特别大力的滑面部 然后下一个的话就到哪里 到地仓穴对吗 地仓就是在我们嘴角这里 用小的这一面方便大家看 嘴角这里 其实它都有一点像那个嘴角的方向发展的那里 所以经常在你微笑的这个表情的时候 就可以找到它 请问在这个太和上衣做治疗的时候也是会根据我们的就是刚才你走的这个路程来按摩吗 还是 对 会根据我们的情况 对 太和上衣的眼疗 那个头疗也是这样走的 然后在这中间呢 我们会有半个小时的推拿 然后半个 半个小时的头部按摩 然后加半个小时的那个艾灸 调理 然后这段时间会有 把那个艾灸替换成无医师的头疗针灸来帮助大家 效果会更明显更快 那那个艾灸它是怎样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头部的疗法呢 因为艾草它本身就是一种中草药它属羊的嘛 为什么会出现头痛或者头部一系列的问题 就是头部的阳气不足 刚才讲了头为助阳之汇 阳气不足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些现象 所以艾灸其实是做头疗最好的选择 因为它补羊嘛 单凭这一个特点其实对头疗就是有帮助的 然后它还可以促进血循环 包括去湿 除寒 去风气之类的 然后这是咱们的第二条经络 然后大家会看到就是面部 会有一些微微的发红 然后下一条的话就是走在我们的银箱穴这里 银箱鼻子这里对吗 这个穴位也是以点压比较多一点 点压然后转圈 然后大家会看到这里有一个鼓 所以你在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以顺着这个顺序走 然后到了这个鼓这里 往上走 给它一个向上的力 这里的话就是全疗血 全疗下面是有很多神经的 可以帮助我们预防一些面瘫的问题 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肌肉上的问题 这些穴位 其实这九条经络如果我们疏通了的话 对于我们那些睡眠之类的 都是有帮助的 就包括刚才讲 咱们很多穴位都起自眼睛附近 对吗 所以经常做这一套那个头疗的话 对我们的眼睛 包括刚才讲对我们的鼻子 耳朵 都是有帮助的 然后顺着这个走之后 张嘴 啊 然后这里的话就会有一个凹陷 啊 对 这里有一个凹陷 所以 就可以按凹陷的这个部位 其实大家如果可以找得到穴位的话 你会发现你手指放在那个穴位的凹陷处 就很难划开 所以你可以完全可以在那里去打圈 如果你按的是一个凹凸不平的地方 那个地方不是穴位的话 你可能按一按你的手就滑开了 或者 或者就 就有那么一个滑动的那个 错误的姿势 那种的话其实你按的不是穴位 针对两边的话会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我们一直到这边 嗯 对 这边哦 肌肉比较松了 对 但是又比较松 就比较松软 右边肌肉比较松了 感觉那个 muscle好像release这样 嗯 而且大家其实是可以看到的 这边的肌肉就会比较软一点 然后 这边的 就会有一些瓷式的感觉 其实那种就是紧的感觉了 所以就会比较松 那针对那个头部呢 头部现在会不会有一些轻松 包括散结的那些地方 有没有热起来 其实我几个星期都睡不好 每次半夜起来 嗯 其实刚才来的时候头很重 现在比较轻松了 感觉也是 这边上面他的 muscle 也是 对 比较轻松了 这样其实就是有帮助的 然后等一下的时候可以 您下去 把您另一边 给您 把您另一边去做了疏通 然后今天晚上会很好睡 好 好 好 谢谢你 谢谢 对 您可以把另一边 在这里疏通了 对 可以坐在位置上 对 你可以坐在你的座位 对 如果你们想要请这个牛角回去的话 也是可以就是 瘦完为止 因为我们存货有限 因为这个牛角呢 他刚才 慧荣老师 他就是有利用这个牛角 去帮你们点压你们的穴位 所以呢 这些都是一些辅助品 那如果你比较像我 比较懒惰的话 因为用自己做 好像很麻烦 对不对 那我就直接去找他 你帮我做 会比较 因为比较专业嘛 我这边按 这边摸 又好像 不清不楚嘛 对不对 我们倒不如找一个专业的 应该要就是 IJU还是要 怎样按法 还是按摩 那我们请专业人士 比较好了 谢谢大家 然后接着的话 谢谢 然后现在是跟大家讲一些 关于大家在家 如何实聊的一些方法 和刚才讲的这些头聊 咱们应该在家 选择什么时间做 然后现在 要请工作人员打开PPT 然后咱们是 关于头聊 首先咱们刚才讲的是 睡前十分钟和早起后的十分钟 对吗 然后 因为早起十分钟的话 早上 早上大家应该不会到中午才起 对吧 大家应该起得很早 对吗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阳气特别充足 所以补充一身制阳气的时候就在早上 所以那个时候你做头聊的话 可以整个通达人的阳气 然后见脑安神 而且可以使咱们的思路更清晰 使咱们思考问题的时候都会比较有调理 那个时候整个人起来都会有精神焕发的感觉 所以其实就可以要么用手 要么用工具 就放在你的枕头旁边 你在床上醒来睁开眼睛躺下 然后就开始做头疗 然后我们宿舍是有一个同事了 有一个摄友 他是经常头痛的那种 我们就跟他讲要经常梳头 早上你会发现闹钟一响的时候 你听见呢 他就开始梳头了 我以为他坚持不了很久 结果他坚持了四个月 他现在还是每天早上都梳头 但是他真的头痛的问题减少了 而且他痛经的问题也减轻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能坚持的人 这套疗法对他真的特别好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睡前十分钟 这个时候刚才讲的是可以安眠的嘛 因为晚上咱们工作了一整天 所以这个时候你疏通头部的时候 为什么有按神的效果 是因为一整天你都在紧张 不管是赶车 还是在买饭 还是在工作的时候 你都很紧张 所以你头部一放松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很想睡觉 早上的时候是你一疏通的时候 你就要起了 其实这个不妨碍早上还是晚上 因为早上醒来的时候 一天之巨在于晨嘛 那个时候时间点不一样 所以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 晚上你睡觉的时候 是晚上嘛 是数音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会有想睡觉的感觉 所以早和晚如果你能一起做的话 当然是最好的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然后防止中风还有落枕的发生 大家会发现这两种问题 中风和落枕 大部分都是在你一觉起来之后变成那样 包括一些中风的面瘫的问题 都是在一觉醒来变成那样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可能脑部穴不循环 然后你睡觉的姿势不当 又导致那里的神经还是血管得到压迫 所以更不循环才导致的 所以如果你疏通一下 可以很大程度上 改善这些问题的不发生 然后下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关于食疗的问题 食疗的问题 首先看一下咱们的作用 经常做头疗的话 是可以帮助头部的疾病和脑部的疾病发生的 就刚才讲的脱发 包括生发也是有改善的 然后一些神经衰弱的问题 健忘症 头痛 偏头痛 包括你在感冒前夕 就是你感觉要感冒了 还没有感冒的那个时候 你疏通头部嘛 把整个阳气提起来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预防感冒的 然后在疏通头部的同时 大家刚才有看那个视频 是不是好多经络都有走其他的脏腑 有灌溉我们其他的那个经络覆盖的部位 就好像我们热脉 刚才跟大家讲 它是在我们的沉浆穴这里 但是它的落脉走到了我们的沉浆 所以沉浆穴又是我们阳明胃经上的穴位 所以它们两个是覆盖到同一个点 所以其实在疏通其他那个经络的同时 对其他的经络 其他的脏腑也是有帮助的 对 然后接着就是关于食疗 食疗的话就是要多补充一些 关于蛋白质呀 铁呀 吸音和维C 这些对于我们一些建脑 包括对于我们血管上的问题 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蛋白质的话 这个其实是从西医的那个营养学来讲的 是从脑组织发育代谢的物质基础上 然后提高脑细胞的性分 一直观察的一个主要物质蛋白质 来源最多的就是咱们的那个鸡蛋呀 这些物质 还有包括咱们的鸡胸肉呀这些 然后铁 还有包括我们的铁心维C 这些大部分都来自一些水果和蔬菜 维C含量比较多的就是胡萝卜 然后咱们平常吃的橙子之类的 然后下一个的话 咱们就会给大家讲一些关于小食疗 还有小食谱的问题 食物类的话 刚才给大家讲鸡蛋呀 牛奶呀 深海鱼呀 这些蛋白质都特别高 然后胡萝卜 橙子啊 还有一些粗粮呀 对于一些铁心维C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大家可以多吃 然后下面那个食谱类的一个概数 这个绝对不是我从网上去抄的 为什么呢 哇 从小吃到大 那个核桃莲子羹是在初中 还有那个鱼头豆腐汤是在初中的时候 妈妈就有经常熬的 因为那个鱼头豆腐汤在我们那边是 经常给小孩子的补脑 还有老人家如果就是住院住了好久之后 出院要就是一些针对后遗症的问题的时候 就是要喝鱼头豆腐汤 而且在这里面的话它会熬成那种 就是有牛奶感觉的那种颜色 那种时候是最好 如果寒气特别重的时候 怎么判断自己体寒呢 就是别人不冷的情况下 你冷呀或者就是经常不出汗 体质会有关节痛呀 还有腹痛呀 这些问题的时候 是寒症的问题 所以可以在鱼头豆腐汤里面 加一些生姜片去喝 这些对于小孩子 对于老人帮助都特别大 就是每天早上一个鱼头豆腐汤 我感觉我都快要回座了 每天妈妈都要给我喝 然后核桃莲子羹的话 这个也是我上学的时候妈妈经常熬的 她会用那个榨汁机把核桃和莲子 煮了之后打碎 然后偶尔的时候她也会放那个黑芝麻 然后针对头的一些问题 包括就是妈妈在生了弟弟之后 她会有脱发的现象 然后她喝那个核桃莲子黑芝麻羹这些 也是帮助了她这些问题 包括坐月子的时候 她没有戴帽子 一些脑部 就是头部有一些风气的问题 就是头特别痛的问题 她有坚持喝这个 然后后面都会有很大的改善 然后菠菜汤的话 也是初中高中最常见的一道菜了 完了之后 这个里面有丰富的那个蛋白质铁心维C 就只是针对那个菠菜汤 而且她抗癌的效果也特别好 菠菜汤 然后龙眼鸡丁汤是我在毕业了之后去 我是在广州实习 在广州那边工作 广州人民包的汤真的是一绝 而且他们对于药膳这块做得特别好 龙眼鸡丁汤是和老师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的老师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讲龙眼鸡丁汤是针对一些 包括一些中风的病人 然后包括脑神经衰弱的一些问题 失眠的问题 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这个鸡丁汤的话 它没有特别的要求 有的时候会加红枣 然后这个鸡丁在每个地方喝的又不一样 它有的时候会是其他的部位 有的时候会是鸡腿 所以可能整只鸡和龙眼一起炖都是有帮助的 针对整个脑部和面部的问题 大家会发现龙眼还有里面加的红枣 包括刚才鱼头豆腐汤里面的生姜 这些都有驱寒的效果 对吗 所以咱们猪羊之慧 头部一定是要阳气充足的 所以这些食物帮助咱们寒气去掉 头部的问题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所以除了刚才这四个食谱之外 大家如果在家有经常煲汤的习惯的话 也是可以放一些生姜 或者龙眼红枣这些材料 或者包括煮粥的时候也是可以 只要它可以去掉我们的寒气 帮助我们的阳气上升 那剩下的你就不用管了 你的丈夫肯定会把这些阳气输送到咱们的头部 所以除了这些食谱的话 平常大家自己也可以去想一想操作操作 然后不要拿寒的食物去做就是可以的 因为咱们的经络 咱们已经就是 因为生长了这么长时间 经络都有它自己的代谢系统和循环系统 所以咱们喝了这些食物之后 它不一定非得都是补脑的或者上脑的 它都是通过循环 然后把阳气送到该去的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的头部 头面部的一些寒湿排除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就是关于食疗方面的问题 关于今天头疗的问题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过的时间就不能够再用 对 生姜是过午不时的 因为中医是讲 生姜如果过了中午吃是晒皮霜的 所以其实生姜是在早上 如果你有包生姜粥呀 或者有喝生姜水呀 是在中午12点之前 如果你早上起来真的寒症特别重 或者有痛经呀 或者有留下来的一些风湿寒症呀 你可以早上煮一杯生姜茶 空腹喝下去 你可以煮 对 普通的温度 但是不可以兑凉水在里面 是煮好了之后晾一下那样喝 对 还有是否缺乏那个B12要怎么样 从哪一个食物可以吸取到B12 Vitamin B12 其实这种的话 你可以选择多一点的水果 然后再一个的话 其实你还是要通你的脏腹 就好像大家很多人现在 不管你是不是缺B12 还是缺维C 还是缺什么 如果脏腹不去吸收的话 这些就是 就假如咱们打一个比方 如果西红柿里面VC比较多的话 你一直吃西红柿 你哪怕从早上吃到晚上 也是补不进去的 但是如果你脏腹通的话 吃什么都是可以补进去的 对 所以其实可以先通脏腹 如果营养失衡这个问题 不一定适合西医 他们讲的是哪一种物质不够了 而是可能你的脏腹出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那个物质它不被吸收了 所以咱们还是要从根源上 解决五脏六腹的问题 如果主吸收的脏腹的话 就是小肠和脾 对 所以您可以先从小肠和脾上调理 听说木耳不可以振太久是吗 木耳 木耳啊 不可以振太久 不可以超过 你是说用锅蒸吗 用蒸啊 蒸 泡 泡水 泡在水里 浸在水里 不可以 进水的话 其实如果最安全的方法的话 还是不要过夜 可以在白天的时候 假如你中午要做这道菜 可以在早上的时候泡那样 它最好不要超过四个小时 根据这边的天气来的话 可以 对 对 来 还有哪些朋友有问题 关于头疗的问题 大家还有什么 来 这里 等一下 黄豆儿是不是它的皮要拿掉吗 它会有飘零酸 飘零 这个飘零的话 其实针对尿酸是会不好的 所以如果有痛风的现象的话 你可以把皮拿掉 但是如果没有痛风这样的现象的话 飘零也是人体需要的一种物质 对 所以 大家如果针对头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接下来如果大家要去太和上衣做条理 可以先在我这里报名 然后给大家预约时间 如果大家是做头疗和爱揪的话 就是我们那里本身的一个配套 可以帮助头部的气血循环 如果要和吴医师去配合针灸的话 可能时间要让我知道 要帮吴医师安排时间 没有特别要求大家签配套 它只是一个组合 就是头疗和爱揪配合在一起 效果会更好 但是现在因为吴医师的针灸反应特别好 就是我们那里有见过一个中风的针灯 刚开始他是推着那个椅子来的 然后三次之后他就已经可以走了中风的后遗症 对 所以我们希望和吴医师配合在一起 能让大家快点达到疗效 不要三次就可以治好的 我们放到十次治好 这样 对 谢谢大家